乐高迄今为止的四款超旗舰级超跑 哪款最好玩 哪款设计最经典 哪款又最值得入手呢 那无论你是否关注乐高 你都可能刷到过 用乐高零件打造一比一不加迪的这条视频 这条视频给人印象之深刻 很难让人想象 和这条视频一起发布的42083 迄今已经有五年之久 而五年前也正是它的发布 乐高科技组跑车彻底破圈 Mark省座和国产同比例跑车大量出现 而两年一度的乐高超旗舰跑车 也将在42115 42143之后 在紧接着的2024年迎来它的第五款套装 虽迟到五年 但恰好我们也可以用五年后的 也就是2023年的视角 来深度评测和解读一下这辆布加迪骑龙 以及解决它被不少玩家诟病的悬架问题 同时也给大家全面地对比一下 这四款超旗舰级跑车 除了前后独立悬架以外 这辆布加迪的功能还有四驱行驶 以及可以联动的W16发动机 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 带空档和倒档的8速序列式变速箱 以及手动换挡拨片 车门开合 浅盖开合 车围绕流板升降 所以如果对比另外三款1比8 我们可以看到在核心功能方面 这四款套装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辆布加迪骑龙的经典内部设计 尤其是如果你拼过一些其他的1比8超跑 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它们有哪些结构是借鉴的这辆42083 首先完成的是后选架 动力从红色十字轴连接键进入 通过20次齿轮带动28尺差速器 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 值得注意的是 连接两侧悬挂驱动桥的传动轴 和上下摆臂并不平行 悬架方面 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使用了两枚小耗硬壁震 测试下来回弹力度适中 另外相对于拼搭手册 我们这里把上下摆臂连接悬挂驱动桥的 这两枚6558摩擦销 更换成了32556光滑销 避免摩擦力过大 导致可能的悬架回弹风险 这里可以看到 变速箱的动力出口是这枚24次齿轮 后面会捏合主传动轴上的8次齿轮 而主传动轴也将继续向前延伸 并连接前悬架动力模块 而经过建模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变速箱8个档位的齿轮比 依次是1.67 1.25 1.00 0.80 0.60 0.45 0.36 和0.29 这是一个非常高速的齿轮比方案 但在实际把玩的推行联动过程中 动力从车轮过来 发动机的联动速度会非常缓慢 而变速箱的手动换挡动力 从这枚白色十字轴连接键进入 一方面直接驱动变速箱A 另一方面通过一枚四次齿轮 以及与之同轴的一个球头零件装置 每换挡四次 驱动变速箱B换挡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是可以看到变速箱B换挡相关的 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设计的 不过变速箱A在这里并没有这个设计 变速箱A的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效果 后面会直接来自手动换挡拨片模块 再看W16发动机 动力从发动机出来以后 这里有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 然后到达这枚黑色的十字轴连接键 后面会连接一枚24尺离合齿轮 这里可以看到 主传动轴继续向前 通过16比16的齿轮组和前悬架 完成动力连接 到这里前悬架就拼好啦 动力部分和后悬架类似 同样是经过28尺差速器 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 不过前悬架的连接 选挂驱动桥的传动轴 和上下摆臂是平行的 另外和后悬架一样 同样是左右两侧各两枚小耗硬避震 做事下来回弹力度还是比较小的 同样的 我们这里也把单边四枚摩擦枭 改成了光滑枭 这样比较有利于前悬架的回弹 再看转向连动设计 通过12尺齿轮驱动尺条 并配合拉杆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 设计师在这里做了一个线位的设计 防止因转向角度过大 造成轮胎与周围结构发生干涉 此外这枚16尺齿轮 后面会用于方向盘连动 然后是中央扶手箱内的换挡拨杆 用来切换前进、空挡和倒挡 这枚24尺离合齿轮连接发动机 动力从发动机过来以后 到达动力传输环模块 如果向前选择这枚16尺齿轮 则是倒挡 动力将经过这组16比16的齿轮组 然后直接到达主传动轴 并不经过变速箱 而如果向后选择这枚蓝色的20尺齿轮 则是前进挡 动力经过这组24比20的齿轮组 然后向后进入变速箱 另外在这个模块中 还有一根连接了一枚4尺齿轮的十字轴 用于手动换挡联动 这里就是手动换挡拨片的联动装置啦 可以看到一根十字轴 在皮筋的作用下 对可旋转装置的凹面进行弹性底持 因此实现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联动效果 而左右两枚带角度十字轴连接键 充当的拨杆机构 和42115也是非常相似的 不过42115的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设计 会更加可靠 所以应该也是基于42083做的改进了 这里看一下方向盘联动 动力从刚才提到的16尺齿轮上来 经过一组12比20 一组12比12 一组12比12以后 然后到达方向盘端 这辆布加迪采用了大模块设计 两个大模块之间 一共有四个动力连接点 分别是W16发动机和前进 空挡倒挡切换模块之间的 黑色十字轴连接键 前进 空挡 倒挡切换模块 和变速箱之间的黄色十字轴连接键 以及和主传动轴之间的 红色十字轴连接键 最后就是换挡拨片模块 和变速箱之间的 白色十字轴连接键 同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乐高对一款1比8超跑 拼搭体验优化的一个小细节 可以看到这两个大模块之间 在沿前后方向合体的时候 不存在任何的插销 对销孔的拼搭设计 而是全部采用了 十字轴对销孔的方式 进一步的 在沿前后方向完成合体以后 再通过32054等插销 以及十字轴 从左右方向进行固定 因此大模块的合体操作 是非常舒适的 在完成合体以后 我们也就完成了整个底盘 可以看到牢固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静态版1比8科技组跑车来说 除了非常有趣的 在拼搭过程中 对各个联动结构的研究和学习以外 适当地加入电机 对比如变速箱进行测试 也是非常有趣 可以看到测试下来 8个挡位呈现出了 渐进式的速度变化 联动也是非常的丝滑 不过乐高并没有对变速箱 做挡位线位设计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8挡的时候 可以继续切到1挡 反制翼然 一共有两个循环 另外 经过对整个车子的 行驶动力传动结构的计算 8个挡位的总齿轮比分别是 1.56 1.17 0.93 0.75 0.56 0.42 0.34 和0.27 倒挡则是1.40 其他的比如转向与方向盘联动 换挡拨杆以及换挡拨片 测试下来都是正常的 接下来就进入外观搭建的部分 这辆乐高不加迪的拼搭 一共用了大概16个小时 在科技面板还不算很丰富的2018年 对于整体外观造型 比较圆润饱满 而不是棱角分明的布加迪来说 外观还原能做到这个程度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而这个还原度 一方面是来自显而易见的 天蓝配深蓝的标志配色 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 设计师对原型车几个关键视觉特征的提取 尤其是采用软杠零件 大建出的前脸马蹄形格杉 车门后方的大圆弧线条 以及前脸两侧非常犀利的四颗矩形LED大灯 还有车尾红色的贯穿式尾灯 在整体线条轮廓比例保持准确 以及关键视觉特征处理到位的前提下 局部细节位置则采用了相对比较抽象的处理方式 比较显著的是在前盖四周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镂空破面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相对于T-Lego等大神的 以拉法为代表的Mock作品来说 乐高官套并不会在细节位置上 通过太破碎的科技面板去填补缝隙 或者还原过于细节的局部曲面 同时这也是有利于拼搭体验 以及结构稳固性的设计方向 或者也可以说 针对一些不影响整体视觉观感的 局部曲面和局部线条 精确的还原会让位于拼搭体验 以科技面板为画比元素 构建属于乐高自己的设计语言 同时也是和合金模型等比例车模划清界限 虽然在此后的几年里 伴随着更多的科技面板 尤其是小型科技面板的不断出现 会让设计师在局部细节位置的处理 更加的游刃有余 但乐高官套的这个设计方向 应该并不会改变 在功能方面 前盖开合 两侧车门开合 转向与方向盘联动 这几个小功能自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前盖打开以后 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行李包 车围绕流板升降 需要用到配套的 也是用零件拼出来的这把钥匙 同时也可以保持升起的状态 在更换了一共12枚32556光滑销以后 可以看到前后悬架回弹也都没有问题 回弹形成以及回弹手感都比较清晰 带空档和倒档的8速序列式变速箱 以及行驶与W16发动机联动 在推行把玩的情况下 由于乐高采用了前面提到的 非常高速的齿轮比方案 所以发动机联动速度非常缓慢 在某些档位下甚至基本看不出来 对应的 这样的设计也带来了非常丝滑的推行手感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加入电机来做一下测试 和前面过程中的测试情况一样 各个档位的联动都非常顺畅 不过如果对比42115的话 42083的换档手感并没有42115表现得那么清晰稳定 同时也是由于前面提到的 42083并没有做相关的线位设计 同时也没有设计 比如一些MARC作品中可能加入的档位指示器 要判断车辆处于具体哪个档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然这个问题在其他三款套装中同样存在 所以到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迄今为止的 这四款乐高超级舰跑车来拉一个对比 虽然此后的42115和42143 在底盘核心方案上多少都是传承于这辆42083 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一下 两年一度的升级点都出现在哪些地方 首先非常明显的 在核心底层功能以及功能数量方面 四款套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即便是已经发布很多年的 比如带悬架升降功能的麦凯伦P1 带档位指示器的法拉利488等猫克神座 在整个乐高科技组玩家圈子里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但乐高至少至今是仍然不为所动的 而核心升级点主要体现在变速箱和悬架部分 相对于42056 42083彻底修改了变速箱换档方案 并成为了此后42115和42143的基础 而42143在变速箱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优化 基本照搬了42115 变速箱各档位和发动机之间的联动速度 所涉及到的从发动机到车轮的齿轮比方案 从42083的1.56到0.27 到42115的2.70到0.47 再到42143的5.46到0.94 也是逐步提高了车辆在推行过程中的发动机联动速度 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在把玩体验方面的升级 选价方面 相对于42083 42115优化了选价不回弹的问题 而42143则是通过全新大避震零件的加入 从底层零件方面彻底提高了车辆底盘所能承载的车重上限 同时也能更好地还原悬架的外观 所以看到这里 大家也可以大胆猜想一下 几个月后的第五款超旗舰级超跑 可能会有哪些升级点呢 或者说你最期待哪些升级呢 当然也可以猜一下 它会是哪辆车子呢 好啦 等乐高第五款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深度评测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